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檀檬文光眼睛的長公 我們來聊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其實它 牽扯的 因素相當多 就是一副眼鏡的一個 穩定性 當然因為市面上 常常有很多那種 就是說他的眼鏡很輕 很好戴 但是我們常常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支鏡寬我們 現在拿起來很輕很好戴 但是裝上鏡片之後呢 當然 這個可能就是說你的度數 可能比較高因為鏡片比較厚 那個重量比較明顯 如果你是兩眼左右眼都近視100度 那我跟妳講隨便你挑 那基本上只要戴在臉上 你覺得好看那當然通常不太會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兩眼是近視800度 甚至說1000度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通常 什麼樣的狀況呢 第一個就是說 你的眼睛可能比較敏感一點的人 然後呢 或者是那個 度數比較深 或者你像我一樣 頭很大 因為你頭很大 鏡片就會變得比較大片 那鏡片比較大片 如果像我又800多度 那是不是前面的鏡片 就會 因為你大 是不是又越厚 那鏡片的重量又高 然後再加上我兩邊又 再加上又有視差 所以就變成一邊重一邊輕 然後 穩定性就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你度數高的話 如果你鏡框 你這個眼鏡的穩定性不好 你戴起來一定不會舒服 所以有的時候 然後 一副眼鏡 你不是說去找鏡框很輕 喔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因為你鏡框很輕 那你加上鏡片之後呢 是不是整個配重很容易跑掉 例如說 所以 我本身 再教大家 如果說你是在一般 那種比較可能 快時尚店 那在挑選鏡框的方面 其實他沒有跟你過 比較多的一些協助 像在我們店 你在挑鏡框的時候 我們通常先了解一下 你的度數的一個結構 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你在挑鏡框的時候 大概 需要去注意到 什麼樣的一些狀況 所以 我們先大概來 聊幾個就是說 在於 鏡框的穩定性 比較重要的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 框面 不要去找太軟的 像有一種框就是那種 因為我現在店裡面 沒有那種框 就是 它是那種 比較塑料薄片的 然後就是 那個框面有沒有 是這樣很軟 可以這樣彎來彎去 就有點像 柏鋼的 但是柏鋼的彈勢 比這種還要軟很多 就是 你戴起來 那個框面有沒有 很容易這樣 比如說外翻 還是怎麼樣翻有沒有 那個 穩定性就會相對的差很多 還有一個呢 近腳 不要找這種太軟的 你想想看 像這支框 它的框面 這邊 它是鈦板的 一體承形 這邊是硬的 可是它腳很軟有沒有 那今天如果說 你的度數很淺 它帶起來很舒服 很輕 很好帶 相對的今天如果說 這支框 裝上近是1000度 那整支框的那個重心 重量有沒有 因為它後腳很輕嘛 那你這邊加的重量很重 是不是整個重量就會壓在前面 那壓在前面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你整支眼睛大部分的重量 就會壓在你的鼻墊上 所以你的鼻子會很容易不舒服 然後後面 你看到 這邊本來是勾住 腳尾這裡 本來是勾住你的耳朵 那它一往前起 是不是這邊會勾得更緊 你的耳朵這裡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時間久了會很不舒服 然後你會覺得這副眼睛會變得很重 到這邊可以聽得懂嗎 就是有關於這個穩定性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什麼呢 有關於近框的配重問題 那你在挑選近框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看呢 像這個框有沒有 你就大概兩隻手放在這個角鏈的地方 這個地方 那因為像這個框 它框面 它雖然說是 那個金屬板面一體成型 但是它是純鈦的 所以它前面這個重量不會到太重 在沒有裝鏡片之前 其實它有沒有 它勉強維持一個平衡 但是其實這個 你想想看喔 像現在是維持一個平衡 如果說你的鏡片再上去 是不是 這邊的重量一定會過頭 一定會變這個樣子 就會往下出 就會變有點像這個樣子 有沒有 那你這副眼鏡戴起來 一定不好戴 好 那 像這個 它的框面 這邊是醋酸纖維 那醋酸纖維 它是一個重量比較重 的一個 一個材質嘛 那後面是萌奈合金 但是它其實做成金屬細角有沒有 它的配重很明顯 有沒有 就是這個樣子 那像這種框 你如果是長時間帶 舒適性一定會打折扣 再加上它後面是金屬細角 這邊也沒有腳套 這個支撐性也會變得比較差 所以如果說你度數又高 這種框你在挑選上 在試帶上 就要特別去注意了 就會比較容易讓你戴起來不舒服 那我們來看看 像在配重方面 一直表現得很精彩的 像三本龜 我們可以看 腳練你拿起來 有沒有看到整個鏡框 的那個配重表現 好像這個 高度近視 或者你想要穩定性高一點的人 來戴呢 他就會覺得很穩定 那款式喜不喜歡 讓你當別論 那個不在今天的討論範圍 當然 你也可以找到 你喜歡的款式 然後有像這樣子 你就是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手這樣拿起來 有沒有 在腳練這個地方兩隻手 你放開有沒有 它整個配重是往後戴的 那這副眼鏡你戴起來 就像你鏡片上去之後 除非你用到玻璃鏡片 那個超級重 那個 如果你用到是玻璃鏡片 那個什麼眼鏡的配重都跑掉了 那個基本上 你就想辦法去適應它 那如果是安全鏡片 基本上 像這個鏡片也不大 你就算到1200度 這個做起來 配重還是都很漂亮 那你戴起來就會 穩定性就可以 這副眼鏡就會很穩定的在你臉上 就比較不會把那個重量都壓在你的鼻樑上 讓你戴起來覺得那個鼻子硬很重 或者說戴起來覺得這副眼鏡 因為配重的關係 讓你戴起來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 但是 我現在講的這個都只是概略喔 因為每個人的情況 你的臉型大小 你的鼻子挺不挺 還有你的度數結構 還有呢 你的瞳孔距離也會有影響 所以 這個只是說 當你們自己在 先可以做一個初步的 先大概了解一下 我如果要找一個穩定性 比較好的境況 有哪些條件 是我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當然 我還是建議 跟你的 燕光癡再多做溝通 這個很重要啊 因為 你的有什麼需求 其實可以稍微再溝通一下 譬如說你不喜歡戴你戴眼鏡 鼻子硬很重 那我應該要怎麼樣去做改善 什麼樣的境況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款式你可不可以接受嗎 那 這邊大概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先看一下重點就是說 不是 整支境況 輕就好了 你要看它的輕是怎麼樣去分配 還有呢 框面盡量找穩定一點的 不要找那個框面是軟趴趴的 可以這樣子 整框面 彎來彎去 就很軟 那個 因為我店裡面沒有那樣子的框 我很難找出樣本給你們看 對 但是像 好像之前那個什麼 Infinity那種框 那個就真的很軟 但是如果 我現在講說這種穩定性 通常是針對什麼 譬如說高度近視 高度閃光的那種人 那今天如果你是近視100度 那隨便你挑 基本上都不太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 近角 像這麼軟的有沒有 基本上你在戴的穩定性 通常都會 都會 都會 都會有折扣 穩定性真的會稍微差一點 而且很容易有什麼情況呢 稍微戴起來 這邊歪一邊 這邊歪一邊 會比較容易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 這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配重的問題 測試方法很簡單 兩隻手指頭 放在腳臉的地方 放開來 有沒有 這個很明顯有沒有 配重藥在往後戴 你這眼鏡戴起來 就真的會比較舒服 這是有關我們在挑選近光的時候 如果你很在意這支近光的穩定性 這個很重要 你就可以比較 你可以拿這兩隻眼鏡 都戴在你眼上 你就會很明顯感受出 我講的配重的差別 一個是重量很平均 戴到你後面去 一個是你會發現整隻眼鏡的重量 大部分都會壓在你的筆墊上面 這個很明顯 希望這個對各位在挑選近光 會有一點幫助 謝謝各位